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昨天有稍微反弹 我们今天是补底 如果礼拜五才跟各位讲 你看嘛 我说这个盘不对了 你就算那天看到他节目 你也来不及了 因为今天 你要先把这个逻辑弄清楚 谁都不愿意遇到了突发状况 尤其是恒大事件的影响 是从中国大陆影响到 影响到美国 然后再 连我们都影响到了 那我问各位一件事情 其实我看一下很像上证指数影响也不大 对不对 对呀 为什么发生在他们自己国家的 他们今天 他们今天才跌多少 才跌0.29而已 这9月22号 他们自己没什么影响 他们自己国家大陆没有什么影响 我们的曝险部位也才几亿而已 那是心里面的影响 因为我们跟着美国股市走 好 我们说跟美国股市走 那我们来看一看美国股市好不好 美国股市最强的叫肺半 这条叫季线 人家也在季线之上 再看一下纳斯达克 纳斯达克也在季线附近 可是你看台股就不一样了 所以你要看说当这种危机发生以后 有没有机会 我觉得这才是分析师要跟各位解 你们要的嘛 那不然你如果真的要认识谁准或不准 很简单嘛 在礼拜四以前 有时候把所有股票都卖掉 让你闭下今天的 那我没话讲 他是神 礼拜四喔 你说礼拜五才跟各位讲 你看礼拜五我叫你卖 来不及了啦 但是我今天我却要跟各位讲 你们的机会又来 我不是跟你讲说我安慰你 我安慰你没有什么用 因为你要去看说 大法每一次最危险的时候 是谁要挺身而出 这才是重点 谁能挺身而出 那加全指数我这样给你看啊 你如果说真的 我们祈求说一个对称型的头肩底型 今天是有对称的 这有对称 这两个 这个对称点是OK的 是OK的 那二三类电子鼓 我们当时跟各位讲 这里遇到压力了 要毁 我也是第一个在节目中跟你讲 我不是今天才讲的 我上次有说遇到压力不够 量不够 你记不记得这个 我说过了 我今天给你看台积电好不好 我们这样讲啊 我把台积电放大一点 摄影师居然说今天下午去买灵骨 那随便你 我反正我只是跟你 我只是问各位一件事情 上次台积电 打到年线的时候开始反弹 这边有个跳空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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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当时在上涨的时候 你有没有想过 啊这边有缺口 以后会来回补 所以我这里不要买 你没有这样想吧 连外资也没有这样想过啊 我给你做股票有时候 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 来想一个问题 再把问题拿出来想嘛 不是说遇到问题 我们不解决 鸵鸟心态 我觉得这样做股票 一点意义都没有嘛 你看嘛 他上次来到这边 是不是来到年线 我跟各位讲 我这个资料都还在 你请你看台积电啊 那时候机会多好 好 那你来到这个位阶的时候 你也眼睁睁看他跳上去 也留下缺口 你会不会想说 哎呀台积电 哎呀 以往的历史经验 台积电的缺口 都会回补 所以这涨上去我不要追 你乱讲 这些外资是买假的 我先讲慢一点 你自己去听听看 到底我说的有没有道理 然后机会在哪里 好 我把台积电从高点以来 这所有的缺口 我这边有涂掉 代表都已经回补了 你去看一看 他有什么地方没回补 从建了高点以后 这里啊 这两个缺口没回补 这两个缺口还没有完全封补 其他全部都补 这边你看到 所有缺口他都补了 那我问各位一个问题吗 你认为这未来 这个缺口会不会补 这里还没回补 那这个已经快回补了 这个这里是往下的 那你 你认为这是不是机会 那指标又在低点 我再跟你讲一次 我们常常事后 我们会来研究 台积电的缺口 好像都会回补 对不对 那他跳上去的时候 那为什么外资还要再买 还在买 他为什么要买 既然缺口要回补了 干嘛买 也就是说 有可能 有可能没发生嘛 而后来证明 你比如说这里的缺口 我当时也讲 这缺口一定回补 我不是上次7月16号那 我说没有来回补的话 我退出股市 我都敢这样讲 为什么 因为台积电以前的历史经验来看的话 他缺口回补的机会 只是时间的短或长而已 那既然这样跳下来缺口 我知道以后会回补 后来也涨上去的 那我问各位一下嘛 那这个今天往下的缺口 对台积电缺口好像都会回补 对啊 那今天台积电已经留下那么多缺口 你要认为是好事还坏事嘛 我这样跟各位解决已经很清楚了 因为每一次遇到重要的关卡的时候 你都要希望台积电来解决 上次是年限 551块 他从551口气长到638 就这一段 那指标谷当然 他有他的意义在啊 你会不会说 因为这里出现了缺口 你当时就在心里在想 终究台积电缺口会回补了 干脆我不要做了 我等他回补 你不会啊 你还是一路这样上去啊 对不对 那既然他已经回了 他就回了 他又告诉我们 台积电的历史轨迹来讲 好像缺口都要补啊 那现在又留下那么大的一个缺口 你应该开心才对 这样各位懂了吧 我不是说要安慰你 我刚才讲很清楚了 发生这恒大事件 坦白讲我也不知道了 我要是知道的话我变神了 所以你今天看节目 你必须去分清楚嘛 这段时间呢 跟你结什么样的股票嘛 你应该是说 从分析师的分析里面去判断 哪一些跟你比较诚实一点 他分析的股票来讲的话 韧性比较好的 而不是说 你今天去比较说 谁好准喔 事先已经告诉你股票都卖掉 我说过 你如果在上礼拜 是你就在直接在节目中讲 我把所有股票都卖掉了 因为会发生这些事件 那我没话讲 你等到礼拜五上礼拜五才讲 你也来不及了 因为礼拜五跟你讲要卖掉 你必须今天要卖 你搞不好今天卖最低点 所以你们在这四天的联系假期 你要看的是看这个 好这叫联店 我告诉你每一次关键的时刻的时候 就有关键的股票来跟各位讲答案 关键的时刻 你说为什么联店今天要到这个 就在这里 我跟你讲很简单嘛 因为这当时他是 打到季县的附近的时候 那时候不是要靠联店班王打到季县 他从五十四块四这样一路攻到七十二块 你们都有 你们是长期讨的观众 你都知道 从五十四块四这样上来 那这一天很重要啊 这一天的时候他过了前面的高点 前高啊 过了以后都没有来回撤嘛 前高是多少 前高是六十三块九啊 他从五十四块 一路这样上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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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他是这一波主流中的主流 指标也回到低档 外资还是买很多 尤其是 投信 只有卖一天 还有骨头拉骨 所以你打到重要支撑的时候 他本来就要表态嘛 那指标又在低档嘛 有时候我跟你讲 你回的时候你要看到关键的点位 是不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关键点 然后 本来的强势骨有没有可以透露一些讯号给你们 如果有 我觉得反而是一个机会 我今天这一集你也可以录起来 因为我认为啊 混大事件是我没办法预期到的 我讲实话 他我告诉他连香港都臭手 因为香港礼拜一有开盘嘛 香港率先反应 所以礼拜一的美股开始就跌了 那昨天其实美股已经不大想再跌了 你反而来看看 今天才开盘的这个中国股市 我觉得如果说一个股市真的有影响那么大 你上阵子数才跌11点 43点 你觉得跌的多吗 这个各位 你要仔细去想思考这个逻辑嘛 而且我必须想 上礼拜五还参加到一个因素在 我上礼拜五本来要录影的时候 大概涨了快100点 最后一盘啪一下打到跌一点 为什么 台积电本来涨8块钱 硬生的被K下来 因为负质指数有调整 我是没想到是会调整那么多 所以严格说起来台积电事实上 以上礼拜五的当时台积电在还没收盘前 大家所期待的价钱应该是608块 今天来到587 已经应该跌了二十几块 跌了二十几块 他留下那么大的一个缺口的一个情况下 你应该对台积电报的是一个正面的看法 我这样讲各位应该懂 如果说 我这样讲好了 大盘都无风无雨 你也没有这个恒大的事件的话 台积电上礼拜五的这种被复国指数像不计价 那砍下来 跌下来8块 应该今天早上这8块要还给他公道 可是没办法 我们台湾股市本来就是潜跌型的股票市场 我已经说过那么多年 已经见过太多 你看我解盘我也解过好多次都是这样 只要看到国外的不好 我们一定跟的不好 这台股的特色没有办法 我们就算在这边都呼喊没有用 因为潜跌就是潜跌嘛 你也不会去探讨说 其实美国股市现在在什么位置 废判现在还在季线之上 纳斯达克还在季线边缘 我们台股二话不讲就先砍再说 这没办法 我在股市也多念 有时候看一看我等于大笑三声 说这个没办法 这个改变不了 但是有些股票我们坦白讲 你在星期五也有看我解盘 你遇到今天这个盘非常不好的时候 你看看礼拜五我解盘的股票 你再来比较一下 然后你刚好有个对比 我没有说我很厉害 你这四天都有在看我讲 我本来我的想法也是 电子股的均线纠集 应该过完年 过完中秋节要表态 我是看晚上的 可是遇到这种突发状况 他反而先跳下来 对我来讲 我觉得反而更是一个机会 我不想让各位追高 所以你在中秋节一定有看我解这一档股票 齐鸿 对不对 齐鸿 这礼拜五的走势 对不对 这礼拜五的走势 你再看看今天 为什么他会那么强 为什么他会那么强 头巾买很多 对啊 头巾 我礼拜五我也不知道他买那么多 还有呢 我们来看一下外资 外资也买那么多 那些选股就很清楚 为什么会那么强 为什么会那么强 因为外资连续买五天了 头巾连续买三天 为什么那么强 还是跟基本面有关啊 我当时选择齐鸿 除了看他下降压力线这个缺点以外 我认为就是 获利能力 他第二季赚了2.25 比第一季的1.53 成长了47% 又比去年同期的1.61 成长了40% 双位数的成长 那上半年度已经赚了3.78 比去年的2.16 成长75% 这是大幅成长啊 另外我们看一家公司来讲 你一定要看的就是他的毛利率 或者我们所谓的扣完税以后的营业率 他的毛利率18.12 已经创下历史新高 代表他的赚钱 同样的营收的情况下 他赚钱的能力是增加的 你从毛利率看这很清楚 很多电子工厂以前都讲 哎呀那个那个电子业不好做了 因为毛三道四 他的毛利率18.12 不差不差 所以才会 我们当时会选择这种股票 你当时你来的我是不是都都送你 我礼拜五的时候 上礼拜五我也跟你讲 你这种股票你就特别注意了 你礼拜五都有看我节目 对啊你都有看 那你你今天刚好可以比较一下 为什么今天他会那么强 你你任何股票在回档的时候 你在回档的时候 才可以看出来的股票的他的好与坏 有我们讲股票没有好与坏 而是说股票他有在大盘在回档的时候 你可以看出来这股票有没有那个价值在 我觉得当个分析人员 我要让你知道说我存在的价值就是 我们遇到了问题的时候 我怎么跟你一起去解决 我觉得这个 这个才是你们看我节目 你必须要看的 9月6号那天 当电子股来到了下降压力线的反压的时候 我也在节目中跟你讲 我说量能不够 他必须要回来修正 那很多人就一直要跟你讲 去买残残股 一下买钢铁 一下买航运 一下买化工 我不回所动 我说你今天看一下美国股市强的是什么 强的是费半 强的是纳斯达克 如果说台湾的电子股没有办法续集人机继续供的话 他只好回 这我要讲的我也讲 我们不是每天叫你带你去找标股 我不做这种事情 所以我刚刚一开始我开中民意讲 其实当个分析师是要来解决问题 你今天遇到这种大盘遇到这种突发状况 我们是来解决问题的 我解决问题 我就是跟你明讲说 我认为台积电出下这个向下的缺口是一个机会 很简单嘛 因为上市出现了一个向上的缺口 其实以台积电的缺口理论来讲 他是逃不掉一个宿命 这是会补的 只是大家在开心中 我们也不大愿意 其实我很早以前就有写 可是 谁会想到他会那么快就来补呢 这五年前我就写好了 五年前我就写了 五年前我就写了 我这对台积电我的看法是这样 我觉得 他缺口的回补力真的是太高了 太高了 所以当你今天看到他来回补这个缺口的时候 8月26号缺口说 你应该会心的一笑 他会有来回补的向下缺口 那我问你今天留下缺口要不要补 我们看待指标股是这样子去看 指标股一般都是在悲观的时候找卖点 然后在乐观的时候你可能要找卖点 你看这个时候还不够悲吗 悲观的时候找卖点 对不对 你这一天台积电来到这个连线附近的时候 是不是大盘也是非常非常非常紧张害怕刺激的 一定是的 你是要在悲观里面找买点没有错 那你当天的连电一定也是非常非常对啊 是不是在这里 刚好来补这个缺口 回撤季限 那今天刚好又来回撤这景线 杀下来大家也悲观 台积电悲观连电也悲观 但是我还是要告诉各位 以权之谷来讲的话 你跟大盘的一个想法就是 我们要去想说 这些法人 你去想一个氛围 你如果在上礼拜五 你看到那个氛围 本来涨一百多点 是谁去吃制造那氛围的 我跟你讲还是法人 他认为说中秋结果应该是有行情的 所以提前去卡位 那最后一盘是因为负值指数 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些 都不把钱当钱 你说被动型基金 因为最后一盘的时候 反正就是要把它出掉就对 那你盘中可以慢慢出 你干嘛最后一笔出 我也不知道了 他们的想法就跟我们不一样 所以我认为今天台积电 到这个位阶来讲就是抄跌了 好不好 那接下来呢 我这边也会当股票 我认为台股下流 台积电流下缺口 我觉得是一个机会 你可以画为机为转机 那我们做股票本身就是这样 你有些股票 我认为你相信我 你就说这张股票你先拿去 你当口袋名单 那我觉得可以买的时候 我通知你你就来买 那你这样不是进可攻退可守 你有时候我们说来这股票送给你 我不是要你马上买吗 我看到了一种讯号是 真的有强烈的攻击讯号 你已经有口袋的名单 你别人比别人的机会就大 这样各位懂吗 我今天也不是说你马上要买 遇到这种危机的时候 我们先看一些指标股心里有个数 对不对 什么是一个进攻的信号 如果还没攻的时候 什么是防守的信号 你买一档股票是 它不大会受到这种 系统风险影响的 反而进攻的层面是比较大的 那这个就叫口袋名单 你利用今天恒大事件 台股下跌台积电流下向下窃口 又是另外一个接化为机为转机 这档股票你电话拨通 这档口袋名单你就先留着 那你把电话留下来 要攻击的时候 我二话不讲一定会通知你们 这就叫做口袋名单 进广告 谢谢 中秋庆团圆 抗疫一条心 888专案架 帮助您在后疫情时代中突破困境 再创高峰 支付专线02-8511-3366 8511-3366 8511-3366 主要便选择 这都进口 没有成功 全景价值 没有成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超越巅峰》 如果长期有研究台积电人 你真的会觉得台积电人 今天机会是很大 可是每一次你遇到这个机会的时候 你跟人家讲 大家也都不大相信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你去看看他几乎都补了 全部都补了 补了 连这个 其实今天差两块钱也补了 这个其实差两块钱就补了 到591就补了 所以这个补了完以后 这不是剩下这个反而是机会吗 往下的是机会 台积电人往上的反而是一种负担 所以我还是很诚恳的跟各位讲 你把这口袋名单拿着 进口供退口手 你反而今天要更冷静 真的今天要更冷静 把这口袋名单带回去 要供的时候 我一通电话打给你 我们一起来供 好不好 这一档进口供退口手 恒大事件台股下跌台积电 留下向下结果 又是另一个机会 化为机为转机 口袋名单 电话拨通把带回去 谢谢 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讯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